郭師傅 今天我們來炒一個快炒青木瓜絲 青木瓜對不對 那個女生成長的時候 你要喝一瓶或炒一顆 大部分都是怎麼樣 你們做的目標都是燉白骨 燉湯 不然燉湯 還有就是什麼涼拌 但是我們今天快炒 但是不要忘記了 現在外紀到了 我們這個青木瓜炒好之後 會有很多肉飯 對 而且今天我們加一個更香的東西 對 平常你們不會這樣炒的 經過這樣炒製過以後 那個木瓜是越來越好吃 好 那趕快看看青木瓜還有什麼吃法 我們非常需要 因為常常要吃 對 對啦 我就說我妹 你也知道我一直在看 好…來 我們青木瓜買回來就去皮 然後用我們的削枕 削削的切絲 你還有人家北洋籤 但是記得 切完之後削完之後 它是不是都會走在哪裡 它有那個乳汁 乳汁 就是因為那個感覺上就很補 對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 要快炒 對 但是呢 黏黏的 對 黏黏的 但是喔 因為你如果不再洗一下 它會會濕濕 會濕 對 對 對 我們一定要先把這個東西呢 沖洗一下 直接呢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好 來 那直接呢 我們呢 下去下去一下 不然它會吃掉 這樣好夠的 會不會 不會 一瓶而已 一瓶而已 很煩惱 你不用了 對啊 但現在呢 很簡單 就是一定要洗過 它比較不會 不會掉下來 你會 脆脆的對不對 對… 現在好像很多蔬菜 泡過水之後 洗過之後 就會變比較脆 對 像洋蔥好像也是嘛 對不對 對… 好 待會兒呢 就要來炒了 來 我們這邊呢 下一點油進來 一點點油 好 越油進來 不然 等一下 很重要的東西 就要來了 馬上就來了 要讓這一道菜呢 畫神 畫什麼 要讓這道菜呢 神奇的展現 它的特色 就要靠這個東西 來 我們給它解開一下 好不好 讓這個呢 對 我們清風鍋的口感會越好 然後呢 整個香氣 非常的濃 用這個東西來爆香 對 素食也有鍋香氣 而且這個吃了之後呢 也有很好的油脂 來 來… 頭到清的喔 清的 我以為花生而已 你不要被炒過 你剛後面有什麼生花生 喂 來 好清的喔 帶殼喔 對 帶殼還不錯耶 帶殼還不錯啊 降血壓 對啊 待會兒你知道嗎 用這個爆香 這個爆香 爆香 人家一般都是 涼拌的就是灑在上面 然後是熟的 對 然後就把它倒過來就對了 完了我們也把它倒過來 那之間我們生花生進來 現炒最香 對… 好快喔 金黃色的喔 很快耶 對啊 不用想要那麼快很多 火燒起來有沒有 就用小火慢慢去炒就好了 但是真的是要一分鐘吧 對… 好 那現在之間呢 我們就怎樣呢 就把 來 這個倒進來 還有呢 紅辣椒進來 紅辣椒喔 對 差點倒木耳 木耳進來 木耳進來 我們現在剛才我們的花生炒到香 香 對 整個油已經變成花生油 沒有錯 沒有錯 這樣有香嗎 花生的味 好 再來我們再加一點水進來 大家怎樣呢 其實我還蠻喜歡用花生油的 對啊 因為很香啊 油裡面大概除了香油 花生油就很香啊 麻油這個 好 這樣有簡單嗎 像這樣來炒 再來呢 好香噴噴 而且這有鍋氣耶 這是什麼 來 這個番茄 番茄 帶這個顏色 切成絲了這漂亮 對 其實你們也可以用白種蔬菜 胡蘿蔔 都可以 再來我們鹽巴 鹽巴 沒有啦 我們現在加那個 不要說那麼多魚 來 我跟人家繼續說 好 切瓜 再來 我們要熱 要吃起來在那裡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 對 好 我們糖呢 放到一點點進來 而且青木瓜擺成這個泰國菜 泰國料裡面常常吃到 對 所以我們其實很喜歡青木瓜酸酸甜甜 對 對不對 辣辣的 對 我的理念來源就是 由泰國菜那邊辣過 是變熱的 對 變熱的 好 快炒 但只是呢 我們剛才的泰國有 花生它就厲害了吧 花生 對 不是說花生厲害 對 因為一般我們直接炒在上面的時候 它那個油的香味裡面沒有花生 對 只有吃到才有 現在是那個油本身就是花生油炒出來 對 沒有錯 把它花生油把它炒出來 平香有沒有 而且你看蔬菜炒過之後 是比較沒那麼冷 當然 對嗎 好 再來我們加一點香油進來 好 這個東西快炒的嘛 好 是很快的 是 好 再來我們將買好了 好 我們這邊還有檸檬汁 檸檬汁 酸酸的這個味道 對 酸酸的 然後有果酸味對不對 現在到春天檸檬開始出來了 對啊 這個所有的菜涼拌的熱拌的 通通都用檸檬汁 對 但是我們今天呢 我剛剛明明到夏天還漂亮 就是快炒的方式 我告訴大家這個東西吃 切切啊 酸酸啊 滴滴啊 而且超高鮮的 對 來 試吃 試吃 吃看看 涼拌的比較炒的 好像不一樣 他吃得很香 會香啊 那時候真的每次要吃青木瓜沙拉 他會希望量不要太少 但是那一大盤冷冷 你會覺得吃起來有負擔 對 那青蛙炒過比較軟 生的青蛙它比較硬 對 撈起來比較辛苦 這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剛剛我們那個整個花生下去炒過 先炒過 香味很足 香味非常的足 而且它有煮化效果 可以讓他知道 我們的東西 越吃越濃烈 就一直吃下去 那香味還有剛剛我們那個 刷子啦 真的很刷子 對 而且嚼肉越香 嗯 真的記得 甜瓜 要用水先把它撈一下 撈一下 對 不會撈起來 那個兩個味道會留得濕一下 然後有一個色味 對 重點就是這個 要炒的是 因為平常都吃涼拌的 要炒的話 它其實還有另一種感覺 對 不一樣的感覺 對 口感也不一樣 吃看看就在喔 好吃 謝謝 再見